有一個教育心理學家 叫Edward Pulling 他講了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很多人都引用的故事 他說在中世紀的時代 有一個是工頭 問自己一些工人 他們做了什麼 他見到第一個工人 問你在做什麼 這個工人很憤怒 你看不到我在做苦工嗎 他又問另一個工人 你在做什麼 他說沒辦法 我們現在在砌磚 養家是這樣的 要做事 他問第三個工人 答案是很不同 因為工人很雀躍地說 我現在在建一間很大的聖殿 同樣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可能 但是很不同的心態 其實他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我們在今天的福音看到 耶穌說我們不用怕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遮掩得住 我們在天父面前 我們知道他會照顧 他會保護 承認父的 父就會承認他 我們在工作當中 我們要承認父 承認我們自己的身份 我們就會得到父的特別降伏 所以我們在工作的時間 我們都要停一停問問自己 我正在做什麼呢 我正在捱緊 或者是養家這麼簡單 或者我正在建一間聖殿 最近我參與了一間醫院 他們是一個週年的晚宴 之前就請了這個 新後任的特首林太 來分享對香港醫療的展望 接著就有一個聚餐 在聚餐當中邀請我 去帶個祈禱 我就說了這個小故事 然後我問在座的醫生 我們在一間醫院 我們是站在一張病床面前 可能是一張手術桌 我們會不會問問自己 我正在做什麼 是否純粹做手術 或者我們在自己的辦公室 坐在那裡問問自己 我在辦公室做什麼 或者面對一個病人的家屬 或者投訴或者很擔心 我又問問自己 我在做什麼 我們其實很相信 每一件事所做的 都可以是神聖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思想 意念在心頭 好像聖德蘭修女這句名句 所有的事都是為了你耶穌 All for you Jesus 有人跟德蘭修女說 你們是社工來過 對不對 德蘭修女說 不是 我們不是社工 我們是一個獻身者 我們為基督而獻身的人 我們多點問問自己 我在做什麼呢 我是不是為基督而獻上我的時間 我的心力 我的一切 是稍後 我是不是 我去跟德蘭修叩 一個改變 一個改變 我去看